然後今年的那個稅收超增4500億元 然後現在外界有聲音說應該要把這個超增的稅收還給民眾 那財政部會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規劃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雖然是說有就是實證數超過預算數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總預算跟這個特別預算 病種計算的話其實還是短處 那當然如果要還稅移民的話 就是當然要辦這些預算 要辦這些預算 但是我想就是說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我想這個是要再通常再考量 大概是這樣 市長知道如果有超增的情況 會優先還稅移民還是優先先還債 我們現在就是超增的那部分 基本上是規劃是先優先減少舉債 優先還有就是還債 另外就是這個另外就是說 希望就是說能夠把這個整個財政弄得更加的健全 更加健全 作為這個年度的這個聖以來計 來使用 謝謝 不好意思 目前是沒有 不好意思 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規劃 謝謝 itation 等一下 說 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